本节目由辉瑞之药和生动活泼两核制作播出 欢迎搭乘PfizerExpress 对话医药世界的聪明大脑 探索不可思议的前沿科学 我是Nina 嗨 大家好 欢迎收听PfizerExpress 提起免疫力啊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那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偶尔的嗓子发炎或者感冒 我们通常都是说 自己最近免疫力太低了 需要提升一下 但是这个神奇的免疫系统 究竟是如何工作的 以及被业内关注的免疫疗法 究竟是在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中 扮演了怎样的重要角色 以及为什么会在癌症的治疗中 获得全世界的关注 并且被寄以为希望 它可以治愈癌症 那么今天呢 我和灿灿将和辉瑞研发中心的 两位专家 艾米和博一起来聊一聊 免疫力和免疫疗法 到底呢是怎么一回事 那今天我们就先请二位嘉宾 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辉瑞临床开发部门的 我叫姜明 然后大家可以叫我艾米 我平时负责的 主要就是肿瘤的临床开发 然后更关注在肿瘤免疫的一些治疗 那第二位呢 就是我们的博 哈喽博 大家好 我是王博 跟嘉宾一样 也是来自辉瑞的临床开发部门 但我是在另外一个治疗领域 严正和免疫的领域 一直负责的是皮肤科免疫 相关的临床研究项目 前一阵 辉瑞研发中心啊 内部其实办了一期叫做免疫沙龙 那么当时呢 艾米其实就分享过 里面有一个话题 就叫做免疫激活 和免疫抑制的一个对比 那其实今天我们第一个问题 要不就从这里开始 就为什么在免疫学的研究当中啊 就是我们会需要关注 免疫抑制和免疫激活 这两个问题 因为免疫与肿瘤的这个发生发展 息息相关 早期就是最初对肿瘤的认知 都认为肿瘤是来源于 炎症反应 是一个炎症发展的周末期形式 并且呢 有些肿瘤它与病毒啊 细菌感染所致的一个 长期慢性炎症的相关性 其实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 乙肝病毒与肝癌 幽门螺旋感菌与胃癌等 那么运用现代的一些技术手段呢 已经能证实所有肿瘤病造 都包含不同程度的免疫细胞 当然 现代医学已经非常清楚 肿瘤不是由某个单一因素 所导致的结果 并且呢 归纳出了十个肿瘤经典的特征 其中就包括了 肿瘤能够促进炎症反应 逃避免疫破坏 当然也包括基因组的不稳定性和突变 以及持续的增值能力等 正常情况下呢 我们人每天也有大量基因发生突变 无论是这些基因突变 还是病毒细菌的一个入侵 都能被免疫系统识别 并且及时清除 而当某些突变的细胞 拥有了逃逸免疫坚实的能力 或者说由于长期慢性的炎症刺激 它可以促进基因突变的发生 DNA的损伤 同时也降低免疫清除的这个能力 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作用 就导致了肿瘤的发生 另外肿瘤细胞 肿瘤微环境 以及有些抗肿瘤治疗的本身 它也会进一步加重免疫抑制的这个状态 促进肿瘤的进展和转移 所以说呢 就是整个人体免疫状态的这个改变 特别是呈现出的一种免疫抑制状态 对肿瘤的发生和发展的每一步 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那目前 我们的癌症生物学 已经不断地从 以癌细胞为中心的这个观点 转变为更具包容性的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 将癌细胞置于一个机制细胞网络中 这些机制细胞由 陈浅微细胞 血管细胞 以及炎症免疫细胞组成 然后它共同构成了一个肿瘤微环境 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这个TME 所以呢 现在对这个肿瘤生物学 以及抗肿瘤治疗的研究 都会特别关注免疫学这个分支 所以对于我们聊到肿瘤来说 它可能就是处在一个免疫抑制的 这样子一个状态 参与了最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 谢谢Amy 博有补充吗 其实刚才Amy介绍的 它是肿瘤方面 但是呢 这一部分内容 是完全可以过渡到肿瘤之外的领域 那我们一般除了是说免疫抑制之外 还有免疫激活 但其实更多的用的词 还是一个免疫失调 因为免疫这个词 如果从它的历史来看 它主要是来源于拉丁文 然后远疫是免除税收 那引申到现在的意思呢 就是免于疫患 免于急患 免疫系统 它就像江明刚刚说的 是机体识别自身和非己的抗原 然后呢 它可以很聪明的 对自身抗原形成天然免疫难受 对不是自己的抗原产生排斥作用 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功能 那正常情况下 这些生理功能 对机体有益 可以产生 比如说江明提到了抗肿瘤 或者是还包括抗感染 这些免疫保护作用 但是呢 在一定条件下 当它被抑制 或者被激活 或者叫被失调的时候 就会对机体产生 有害的反应和结果 引发这些自身免疫性疾病 肿瘤 还有超敏反应等等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想说 我们老说人体的自身免疫力 是可以提高一下啊 那我们其实真正想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 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在我们人的身体里面 咱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呢 就像一个军队一样 它专门就是用来对抗 这种外来的入侵者 那这个军队 它的集结中心 是在我们的骨髓里面 骨髓它其实负责 产生一种特殊的细胞 叫做干细胞 干细胞分化成 T细胞和B细胞 这两类 那B细胞是在骨髓中 就可以发育成熟的 所以它称为B 也就是Bone marrow T细胞是在骨髓中形成 但是呢 它要在胸腺中 才能够分化成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叫它T 就Themus 在T细胞成熟之后 它会迁移到 外周的淋巴组织 那这两类细胞呢 B细胞是体液免疫的 主要发挥作用的细胞 T细胞主要是 借党细胞免疫 所有这些细胞 它集结起来之后 组成了一个 特别复杂的防御体系 会在身体的一些重要器官 比如说脾藏 淋巴结之中 发挥作用 而这些集结的地点 就像一个 打仗的时候 防御指挥控制中心一样 这些士兵会 进行一个重新的编组 那对外来的入侵者 会发起这样的反击 而在进行编组的时候呢 他们就非常聪明 有高度的可调控性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环境的不同 外源物质不同 对人体产生的影响 也是不一样的 那这些细胞呢 它会做出不一样的反应 即使是说 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这些外源物质 所以这是最基础的一个 免疫系统 如何去工作的 其实就像江明刚刚讲的 这个肿瘤的那个思路 那么我们是什么时候 会发生这种 自身免疫性疾病 其实就正常情况下 咱们的免疫系统 只是对侵入机体的外来物 比如说细菌啊 病毒 寄生虫 这些产生反应 但是在某些因素的情况下 我们机体自身的组织成分 或者免疫系统 本身就出现了异常 导致免疫系统 就错误地将自身的成分 当成外来物来攻击 那这个时候 免疫系统会产生 针对机体自身一些成分的 抗体 还有活性淋巴细胞 进而损伤 破坏掉自身的组织脏器 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 所以通俗来讲 就好比一支军队 是错误地将它本应该保护的 这些老百姓 或者主人当成了敌人 自己人打自己人 那如果不加以这种有效的 治疗控制的话 病情就会反复地进展 千言加重 然后看看江明这边 有什么介绍 我这边可以说一下 在这个对抗肿瘤的 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免疫系统 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其实刚刚博 普及了一个很好的概念 就是说 免疫系统 它其实主要是为了去 识别一几 就攻击一几 但同时呢 它又保护自己的 这个自身的这个细胞 所以识别一几 这个对于肿瘤来说 也是第一步 那为什么在肿瘤的免疫当中 它会比较复杂 又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感染 它是一个外来性的 一个病原体 它很容易被基体识别出来 是一个异己 但是我们的这个肿瘤细胞 我们知道它通常都是来源于 我们自身的细胞 发生突变之后产生的 所以其实归根结底 这个肿瘤细胞 它应该也是属于 自己本身所拥有的细胞 就是它很难被免疫系统 识别成为一个异己 并且有些肿瘤 它在进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说肿瘤它非常的 甚至它可以通过一些机制 去伪装自己 或者隐藏自己 就使自己的这个免疫原性 更低 就更难被这个肿瘤系统识别 所以这是在肿瘤免疫当中 一个很特殊的点 就是它不同于 这些外来的病原体 它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 自身细胞的这个突变 所以被免疫机制识别为一体 并且对它进行攻击 就有一个天然的这样子的一个困难在这边 那我们再具体看一下 这个免疫是怎么在肿瘤当中发挥作用的 肿瘤免疫的机制 这个其实跟肿瘤生物学的这个十个Hallmarks 是一样的 在肿瘤免疫呢 目前也有非常公认的七个步骤 我们把它称作Cancer Immunity Cycle 第一步它就是 由肿瘤产生的这些抗原释放 然后并且被我们的树突状细胞 就是DC细胞捕获处理 那DC我们知道是人体非常重要的 一类的这个抗原地层细胞 它会处理捕获到的这个抗原 然后与细胞表面的主要组织 相容性复合分子 MHC1或者2组成一个复合物 然后与T细胞结合 并且启动激活相应T细胞 能够对抗肿瘤特异性的抗原 那这个是第三步 那接下来的第四步和第五步 就是激活的T细胞 它会迁徙并浸润到我们的这个肿瘤部位 那么第六步就是通过这个T细胞受体TCR 识别并结合到肿瘤细胞 最后也就是第七步 那么T细胞就可以杀死 这个所结合的肿瘤细胞 那么被杀死的肿瘤细胞呢 它就会继续释放肿瘤相关抗原 那么我们就能回到第一步 然后继续增加抗肿瘤免疫环的 这个广度和深度 由于肿瘤的这个特征呢 免疫环它不是一个完美的状态 甚至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可能出现问题 那么肿瘤免疫治疗的目的 它就是启动或者说重新启动 自我维持的这样子的一个免疫环 因此其实免疫治疗的范围非常狂 比如说通过联合化疗或者放疗 它就能够增加肿瘤抗原释放 那也可以通过肿瘤疫苗 帮助免疫细胞识别和处理抗原 那在七细胞活化方面 那我们已经发现了 好几类的检查点抑制剂 它可以通过抗体结抗 去松开这些刹车 恢复效应性免疫细胞的 刹肿瘤功能 这部分我可能还有一个 想要补充的细节点 就是刚刚那个Amy有提到说 那个MHC 它其实中文应该是叫做 那个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对吧 然后是一类分子跟二类分子 其实都会有这样一个 去呈现抗原多态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来帮助我们的免疫系统 去识别哪些是体外的 可能入侵的这样的一种细胞 然后或者是蛋白质 它需要我们的身体去 给出一些反应做抵抗 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 而且其实这个过程 跟包括正常生理情况下 以及在其他 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疾病当中 它也都会涉及到 就这是一个免疫的 一个基础的过程 通过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分子 将抗原进行处理和沉递 那肿瘤这边它比较难的是 它如何去识别这个抗原 然后去捕获它 因为肿瘤的这个细胞 其实是自我细胞的一个突变的产物 它不像外来的病原体 它的免疫原性那么强 我们所说的免疫原性 就是它跟自我细胞到底 就它非我的程度有多高 它跟自我细胞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所以像肿瘤细胞 特别是有些肿瘤细胞 它的免疫原性是比较低的 因为它把自己隐藏得非常好 它让免疫系统误认为 这个就是我自身的正常的细胞 而不会去攻击它 明白 判断非我 就是非我的这一部分的肿瘤细胞 不同的肿瘤会有不同的表达特质吗 对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可能在谈到 其他治疗的时候会提到的 就是有一个叫肿瘤抗原 然后肿瘤抗原会分成两大类 一个叫肿瘤相关抗原 一个叫肿瘤特异性抗原 肿瘤相关抗原的话 它其实在正常组织上 正常细胞上 它也会表达 但是在某些肿瘤细胞上 它的表达可能更上调 或者它是跟正常细胞来源于 同一组织的像这种 普系限制的这种表达 它都属于肿瘤相关性抗原 但它其实免疫原性相对比较低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了 它其实在正常细胞上也有表达 只是在肿瘤细胞上 有一些差异化 而真正免疫原性比较高的 是叫肿瘤特异性抗原 这些都是现在被用来作为 肿瘤免疫治疗的一些 比较有前景的靶点 就是因为它的特异性比较强 它的免疫原性比较高 所以这个就是来帮助识别 非我的这个肿瘤细胞表面的 一些信号分子 刚刚Amy跟Bo提到的 这样的免疫学上的认知 与发现 其实如果我们要回溯到过去 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 大家就有了这种认知 说免疫系统是可以这样去理解的 因为我看到最早 好像可能到1949年 然后一些现代的 我们刚提到的免疫学里面的术语才 能够在文献资料里看到 不知道两位是怎么去看待免疫学 在过去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些对免疫学前年研究 有重要贡献的这样的技术理论 它是在什么时间间出现的 这种里程碑事件 我们应该要了解一下 其实我了解到的免疫的里程碑呢 它最早应该是更早于 1940年这个时间 应该是说近百年以来吧 免疫学的研究 其实已经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或者是医学奖十几次了 免疫学其实它本身 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年轻的学科 但是能够屡次获得诺贝尔奖 最主要的还是 它在生命科学理论上面的一些突破 然后以及在临床应用上 获得的巨大的成功 我这边其实想讲的 最早是在1908年 诺贝尔生理或者医学奖 是授予了两个科学家 那第一个是德国的科学家欧里希 他提出了抗体测链形成的理论 他认为抗体跟抗原 就像钥匙跟锁一样 能够进行一一匹配 而且发现了补体的效应功能 所以这一位科学家 被称为体液免疫之父 第二位科学家 是俄国的一个科学家 叫梅切尼科夫 他发现巨石细胞 可以清除病原菌 所以创立了细胞吞噬学说 他也被誉为细胞免疫之父 所以铁液细胞免疫学说 这两个学说的形成 就标志着免疫学理论框架形成 那免疫学从此就成为 一门独立的这个学科 后面包括像抗体多样性来源的问题 从开始的测链形成理论 再到相对比较成熟的天然选择学说 然后最终通过杂交流技术 还有抗体基因重排 多次都拿到了诺贝尔奖 所以这个生命科学领域的理论突破 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呢 能我们更关注的是 他在医疗实践 也得到了广泛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以单克隆抗体来举例 先是发现了免疫反应的物质基础 抗原 所以成就了第一代抗体 是多克隆抗体 再之后呢 就明晰了抗体的化学结构 然后把它的生物合成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就发明了利用杂交流技术 制备单克隆抗体 也就是第二代的抗体药物 那此后随着这个抗体基因重排规律 进一步得到阐释 第三代抗体 叫重组抗体 就问世了 那目前呢 单克隆抗体药物 其实已经成为 我们生物技术药物的主要类别之一 这也是在后面 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的时候 这一部分 我也会再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我有一个好奇的 刚刚您提到那个抗体多样性质的 是说 比如说我们人类的基因 可能就是这么一万来种 但是我们的抗体 可能远远多于我们的基因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抗体 它可能之前在免疫学领域 也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 是这个研究吗 对 是的 然后也包括就是我们因为免疫系统 它要针对很多外来的抗原 其实外界的抗原 那更是成千上万 是没有办法计数的 针对这些各种不同类型的抗原 机体是怎么能够做到 去调动我们的免疫系统来进行反击 所以这也是那个抗体多样性 它所包括的一部分内容 我这边接着刚刚博分享的 免疫的几个里程碑 我可能想接着再分享一下 在肿瘤免疫的几个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肿瘤免疫 它其实依托于整个大免疫的 一个认识和这个认知的发展 但是同样肿瘤免疫 有一些它自己比较特殊的一些 我们所说的这个milestone吧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古埃及的时候 它就有一些记载 因为它当时会观察到 有些肿瘤它会在这个患者出现感染 伴有高热的同时 或者在发生这个高热伴感染之后 就观察到了一些肿瘤自然消退的这个现象 然后到了这个古罗马时期呢 也有这个医学家 同时也是哲学家非常有名 就是盖伦 他也注意到了 肿瘤可能是从一些眼性病造发展而来的 然后在1863年的时候 德国的一位病理学家 叫鲁道夫 他观察到了某些癌症 与产生炎症刺激的白细胞 其实是相关的 当时观察到的这些现象 其实都歧视了这个免疫或者炎症 它其实是跟肿瘤相关的 那么20多年之后呢 又是一个德国的骨肉瘤外科医生 他叫Colly 然后他观察到了他所治疗的骨肉瘤的患者 在感染了这个链球菌之后 就出现了这个肿块的自然消失 然后所以这个人 他从1893年开始 就这个人和这个时间点 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个Colly 他就使用了一种 混合的细菌和细菌产物的毒素 后来就叫Colly毒素 使用这种毒素 注射超过了他自己治疗的 1000多名肿瘤患者 这个应该就是历史上 第一个抗肿瘤免疫治疗 然后所以Colly这个人 现在也被认为是肿瘤免疫治疗之父 那然后用这个细菌治疗 肿瘤的这个想法 到了1976年的时候 又一次被运用了 就是我们现在到现在 仍然在用的这个卡戒苗 来治疗早期的膀胱癌 那卡戒苗它是由减毒的 结合分支杆菌制成的 其实最早是作为预防 结合的一个疫苗使用的 那么现在它应该是 第一个被批准的 治疗用的这个抗肿瘤疫苗 然后另外一个在肿瘤疫苗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就是肿瘤免疫监视这个理论 它是在1957年的时候 就已经被提出了 当时就认为 淋巴细胞它可能充当了一个哨兵 它可以识别并清除 由这个突变转化来的体细胞 那么现在这个理论 很多都被熟知 被进一步完善 然后更名为叫免疫编辑 这个是现在大家比较熟知的 一个理论免疫编辑 其实它是最早就是 从免疫监视的理论发展来的 那么免疫编辑讲的就是说 有免疫监视和肿瘤进展之间 它有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然后描述了肿瘤细胞 与免疫系统之间的有三个阶段 最早包括免疫消除 这个时候免疫系统 它是能够清除我的肿瘤细胞的 肿瘤还被压制在一个 临床非可见的一个程度 然后到了第二阶段 就是免疫平衡 这个肿瘤细胞慢慢进化出 逃逸免疫系统的这个能力 然后到了最后第三阶段 就是进入到一个 免疫逃避的这个阶段 然后在最后这个免疫逃逸阶段 就发展成为了 现在临床可见的一个恶性肿瘤 那么到了另外就是 比较重要的几个点 一个是1983年 还有1992年 分别批准了干扰素和白界素2 用于治疗这个肿瘤 那目前非常火的这个细胞治疗 包括我们说的 芡合抗原受体T细胞 就是Carty其实也可以追溯到 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真正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 肿瘤免疫治疗 肯定就不得不起 在2018年的这个诺贝尔医学奖 当时是颁给了免疫检查点 抑制剂CTLA-4和这个PD-1 但其实很早 就在1987年的时候吧 这个CTLA-4就已经在 老鼠体内发现了 然后直到1996年才通过一个 抗CTLA-4的这个抗体 然后揭示了其抗肿瘤的活性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说的 它其实是在一个大免疫的 这个知识理论 包括技术的发展之下 刚刚博提到的这个抗体技术 就其实是非常重要 就这个把点其实很早就被发现了 但是你要等到有抗体 这个技术了之后 它才能被转化到临床这个应用 所以就在2011年的时候 就获批了这个CTLA-4 就获批了首个这个适应针 在黑色素瘤 这也是获批的第一个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那PD-1它其实也是类似的经历 它从1992年首次被发现 一直到2013年获得这个 第一个适应针 当中其实也经历了20余年 在2013年的时候 科学杂志Science 它就将肿瘤免疫治疗 称为一个粘度突破 就是这种利用自身的免疫系统 去攻击肿瘤 其实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个想法 而且刚才我们也已经梳理了 其实古以有之 然后也是被很多科学家认为 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但是我们要让这么精密和复杂的 这个免疫系统发挥正确的一个作用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两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也就是为什么2013年 这个Science会认为 肿瘤免疫治疗 是一个年度突破 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免疫检查检 抑制剂 它以来与这个抗体技术的陈述 另外一个就是细胞治疗 就cell therapy 就现在另外一个非常火的 这个CATI治疗 所以这个是现代肿瘤免疫治疗当中 非常重要的两个突破 为什么最早肿瘤免疫治疗 是运用在黑色素瘤的治疗里面呢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标志着 肿瘤免疫治疗革命的开始 就像刚刚Amy提到的 但为什么会是黑色素瘤 我能发挥一个好的治疗作用 或者说我免疫系统能够发挥一个 好的这个抗肿瘤作用 其实很关键的 第一步就是 我能够识别出这个细胞是异己 那么黑色素瘤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肿瘤 从最早的这个干扰素 白界素 到现在的这个CTLA4 PD-1 它们所获得的第一个适应针 都是在黑色素瘤 就是认为黑色素瘤 它是一个免疫元性 比较高的肿瘤 当然很早的时候 可能我没有这个技术手段 去证实我这个想法 但可能就是在 黑色素瘤的病人身上 他也观察到了很多这种 自发性肿瘤消退 就刚才我们说的 在病人感染了一些 其他的病毒细菌感染了之后 会很奇怪发现 有些黑色素瘤的患者 他会出现这种自发性的消退 也就是说这些被细菌 或者病毒感染 所激发的免疫细胞 它恰巧也会去攻击 这个黑色素瘤 这个肿瘤细胞 所以有一些这种早期的观察现象 也歧视了这个黑色素瘤 是一个免疫元性 比较高的这个肿瘤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 百戒素包括干扰素 也都是用黑色素瘤 作为这个第一个适应针 那么当然现在有很多手段 去证实确实这个黑色素瘤 它的新抗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这个Tumor Specific Ontogen 肿瘤特异性抗原 又叫新抗原 确实是比较高的 现在的这个检测手段 比较高了之后 它能证实这一点 所以现在的CTLA-4 包括PD-1 它的第一个适应针 也都是在黑色素瘤 所以它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是因为黑色素瘤 它是一个免疫元性 比较高的肿瘤 它表达比较多的 这个肿瘤特异性的新抗原 能够使得免疫细胞 有效地把它辨别出来 是一个非级 像另外一个 我记得就是肿瘤免疫治疗里面 经常会提到像Cartee 然后有人就会提到 说像Cartee 其实在治疗实体流里面 它是有比较大挑战的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Cartee 疗法跟周瘤疫苗 它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Cartee 最主要的问题是 它是在洗外 对这个T细胞 进行一些 这个修饰 或者改进 然后再回输进体内 所以它 最主要的 发挥作用的 就是这个被改造过的 T细胞 而这个T细胞 它如何能够 顺利进入到我们 时期肿瘤的病灶 它其实是一个难题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血液肿瘤 它的肿瘤细胞 它就是在起循环当中 所以你的被改造过的 其细胞 其实很容易捕获到 这些肿瘤细胞 而时期肿瘤 它的免疫环境非常复杂 你进入起循环之后 还要进一步 寝润到这个某个脏器 或者某个局部的 这个时期肿瘤的 这个病灶 其实是难度比较大的 而且肿瘤 尤其是晚期肿瘤 它发展到进化之后 它自己会分泌 很多这些免疫的因子 就是这些细胞因子 它会造成一个这种 免疫抑制的 局部的肿瘤环境 这些局部的肿瘤环境 它就能够妨碍 这些T细胞 甚至一些其他的免疫细胞 包括我们非常重要的 抗原地层细胞 去进入到这个肿瘤环境当中 所以这个CAT治疗 实体肿瘤很大的一个困难 就是怎么样有效地 让这个T细胞 进入到实体瘤的 肿瘤微环境当中去 之前我们在看 所有的抑制剂的发展的时候 原来是14O或者041 但现在我们其实 是更多的这种国际上 是强调的这种精准医学 那其实我在想 就是说这种精准免疫学 在整个自身免疫性疾病 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的发展 有哪些关键的因素 或者关键的里程碑吗 就能让我们一步一步的 在免疫这一块 也更加的一个精准吗 对的 你问到的是一个 特别关键的问题 也确实是现在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 去研发的一个方向 因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 牵扯到特别复杂的机制 所以很多时候 是展示出来的 是一并牵面的这种抑制性 这也就让临床的治疗 更具有挑战性 因为没有一种治疗方法 可以被认为是一刀切 像灵丹妙药一样 就针对所有的患者 都能够起效 所以肯定是非常有必要 要转向精准医疗方法 或者我们叫做个性化医疗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在正确的时间 把正确的治疗 对准正确的患者 那生物标志物 其实是精准医疗之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也是目前研发的一个热点 就对药物开发 这个成功性至关重要 一种药物是否有效 其实是取决于 它能否在它的关键临床研究中 达到预先指定的临床终点 那为了提高这个临床实验 成功的可能性呢 生物标志物 其实有助于 在药物开发过程之中 最大限度地 去提高临床效益 和成功的可能性 而另外一种 像预后性的生物标志物 它是可以识别出 具有不同临床进程的 患者的哑群 第三种就预测性生物标志物 是可以在治疗前就确定 更可能从治疗中获益的患者 而第四种的药效学生物标志物 它可以报告药物 跟把点结合的能力 提供有关药物剂量和时间的 一些重要的信息 所以在药物开发之中 我们如果能够使用 预测性 预后性 还有药效性的生物标志物 是可以从一定程度上 去抵消患者的 抑制性的问题 然后丰富临床结果的 测量的方法 而且通过这个方法 去确定 我们能否实现 足够的一个靶向的抑制 现在有很多的研究设计 包括生物大分子 也包括小分子 都把生物标志物 纳入研究之中的探索性目的 然后把它纳入随机对照实验 其实是可以改进 这种临床研究的设计 提高临床实践的效率 也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 去了解疾病的发病机制 但是确实是生物标志物 在自身免疫性疾病 无论是风湿性的 还是炎症性肠病 还是免疫性皮肤病等等 它的发展 仍然需要更长的一个时间 然后来为我们 带来更好的一个方向 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免疫疗法 然后它不断会扩大这种人群 那我想问 就是说对于这种患者的识别 就是谁应当接受 免疫治疗的疗法呢 它会有一个 比如说患者的一个要求 或者它患者的一个画像吗 对 这个其实又是刚刚 勃提到的这个BioMarker 这个其实在各个领域 都非常关键 早期大家希望是one fits all 希望一个药能 治疗所有的肿瘤 其实在肿瘤免疫治疗 刚刚出现的时候 尤其是PD-1 刚刚出现的时候 大家也对它寄予了 非常的厚望 也觉得它应该是一个 one fits all的这样子一个治疗方法 因为它是调动自身的免疫细胞 去攻击我的肿瘤细胞嘛 所以理应觉得它是可以治疗 所有人群所有肿瘤 包括它确实现在扩大了非常多的 食影症 我们看到它几乎覆盖了所有的 石器肿瘤 包括一些血液肿瘤 但其实我们在 我们刚刚说的从2011年上的 第一个CTLA-4 到2013年上的PD-1 到现在也走过了将近10年的路程 其实大家越来越发现 它也并不是一个one fits all的 这样子一个治疗 特别是目前一些回顾性的数据 如果是一个PD-1单药治疗的话 它的硬搭人群比例 大概也就在20% 或者高一些30%的样子 也就是还是有一半以上的人 对这个治疗是没有反应的 那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怎么把有反应的和没有反应的人区别开来 那么它就要依赖于这个我们说的转化医学 Translational Medicine 去寻找一些生物标志物 就是BioMarker 在PD-1当中 目前找到的这个相关性比较好的 一个就是PD-L1的表达 那发现PD-L1阳性和阴性的患者 对于这个治疗反应是不一样的 然后甚至表达它还有高低 可能PD-L1表达越高的患者 它对在某些流种 它对这个PD-1治疗的反应会更好 所以我们看到在有些流种 包括肺癌 它的有些适应针是伴随着 PD-L1表达的这个不同 会批准它是单药治疗 还是联合化疗的这个治疗 还有后来研究的比较多的 就是一个BioMarker 这个叫TMB 就是Tumor Mutation Burden 它其实link到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前面也反复聊到的 一个肿瘤新抗原 肿瘤特异性抗原 就是认为你的这个Tumor Mutation Burden 就是肿瘤的突变负荷越高 认为它所产生的这个新抗原 或者我们叫肿瘤特异性抗原 它应该会更高 那么认为它应该是 免疫原型会更好 那么相应的对于免疫治疗 反应是更好的 当然现在这个TMB 就是Tumor Mutation Burden 它其实跟PD-1的作用 相关性没有PD-L1表达 研究的那么清楚 因为在有些肿瘤当中 它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联系 在有些肿瘤当中 其实并没有 所以这个BioMarker的应用前景 还在广泛探讨当中 包括我们一直说的这个 新抗原的这个概念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争议 你怎么样去定义突变所产生的抗原 它是一个由免疫原性的这个新抗原 这个当中也存在很多这个争议 所以你的TMB和新抗原的link 再link到对于免疫治疗的这个反应 所以它也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BioMarker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确实还不能说 肿瘤免疫治疗是一个one fits all的这个选择 另外一个我想讨论的 就是刚刚也说了 就是因为不同的流种 或者说甚至在同一流种 不同的个体之间 它的这个Cancer Immunity Cycle的七个步骤 它可能在任何一个步骤 或者在多步骤上出现了这个问题 那需要给予不同的这个治疗 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个体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治疗选择 还是要依赖于更好的一些生物标记物 去做一些筛选 那如果我的免疫疗法是作用于 就是需要它的这一部分的人群当中 它后面会出现我们之前在其他的药物 会担心的这种比如说耐药性吗 因为不知道免疫疗法会不会是很好的 也帮助我们比如说减少这种耐药性的发作 然后以及它的这个免疫治疗 比如说提高了我们自身免疫力之后 它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吗 就很遗憾到目前为止不是 虽然大家寄予期望 当然也有可能随着进一步这个理论认知 以及技术的发展 可能有一些会达到这样子的一个 很好的这个结局 但很遗憾现在不是 不过它的一些耐药机制跟特别是靶向治疗 不太一样 然后也确实在有些病人当中 他看到了一个非常长期的获益 这也是PD-1出现之后 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原因 因为真的是有一部分人 这么长时间 包括PD-1 包括CAR-T 都有十年以上的这个无流生存 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病人 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出现了进一步的疾病进展 那我们认为他可能对 现在的这个治疗是耐药的 那目前比较清楚的 或者研究比较多的一些机制 在CAR-T上刚刚有聊到抗原逃逸 就说来说去还是觉得 这个Tumor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生物 就是你改造了这个T细胞 你能够去识别肿瘤抗原 以达到杀伤肿瘤细胞的那个目的 那么肿瘤细胞反过来 他就把这个抗原给隐藏起来了 我们有的时候也把它叫做一个 immu的selection 经过这种免疫的这个选择之后 他就会下调一些这个表达的这个抗原 就比如说像CAR-T最热的两个 把点CD19和BCMA 就发现有些病人 他在接受了CD19或者BCMA的这个治疗之后 在体内就检测不到表达CD19 或者BCMA抗原的低细胞了 还有PD-1和PD-L1一类的话 这两个把点只是T细胞 众多的刹车点当中的一个 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的刹车点 就现在在研究的Tigit Lag3包括之前比较Hot 后来数据不太好的那个IDO 它都是除了PD-1之外的其他免疫检查点 就是我们说的刹车点 那么你在阻断了这个PD-1或者PD-L1之后 那它其他的刹车点仍然制约了这个T细胞的功能 所以在使用了一段这类产品之后 患者也出现了一个耐药 所以就是觉得肿瘤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生物 当我们很多说这个叫Treatment Pressure Selection 就有一些治疗的这个选择压力之后 它会进化出更适合它生存的突变类型的细胞 然后更适合它生存的这个免疫微环境 然后导致了这些治疗的耐药 所以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我们现在要去考虑到比较好的复合生物标志物 其实是需要去了解它相关的免疫反应和它耐药的复杂性 然后把它整合到复合的生物标志物的这个开发里面 对 一个是标志物的开发 还有一个就是联合治疗 就刚刚说的联合治疗可能也是未来的一个主流方向 因为你很难通过一个点去对抗这么聪明的一个tumor 不知道艾米可以在联合治疗这块展开吗 比如说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联合 因为刚才说过比如说像Cartee 或者是就是它可能是跟这种化学疗法 然后或者是放疗然后相结合吗 那我们不知道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疗法 然后它也是可以去做配合的 因为PD-1走得比较前 所以从PD-1的联合就可以看到一些趋势 包括像PD-1Cartee 它其实是作用在免疫环比较靠后的这个环节当中 所以如果你是能增加前面几个步骤的话 那理论上它是可以起协同作用的 比如说你增加它的免疫元性 增加它的这个抗原地层细胞的识别和释放 所以相应的你的免疫策略 比如说你跟化疗和放疗联合 因为认为化疗和放疗所杀伤的肿瘤细胞 它释放的一些片段 有些认为它是属于免疫元性比较高的 所以跟化疗放疗联合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协同作用 然后还有现在比较研究比较多的 靶向治疗当中的这个 现在比较明确的是VEGFR 就是抗血管生成这个靶点 因为刚刚我们讲了这个肿瘤微环境 它其实会使它倾向于一个 免疫抑制的这样子的一个微环境 就是不适合体细胞倾润 不适合体细胞在这个当中发挥作用 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肿瘤新生血管 它所起到的这种免疫抑制的作用 所以这个VEGFR 其实是一个比较老的靶向治疗的靶点 但这两年发现 它跟PD-1的这个协同作用就非常好 其中一个机制就是 它消除了在肿瘤微环境当中 这种由肿瘤血管引起的 这个免疫抑制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那还有一些细胞因子 就刚刚说的这个T细胞 有一个它不能发挥作用 是它不能很好的迁徙或倾润到 这个肿瘤的这个部位 那么有一些这种细胞因子 它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区化因子 它能帮助这个T细胞的这个迁徙和倾润 那么理论上这种联合也是比较好的 那么CAR-T CAR-T其实现在也跟PD-1联合 因为想象一下这个T细胞被改造之后 然后回溯到人体当中 然后希望它能产生这些抗肿瘤的作用 那它的机制是因为它被装载了一个 可以识别抗原的受体 然后又有这个细胞内的活化和协同刺激因子 那么它能去对抗肿瘤细胞 它作为T细胞 它同样也可能存在检查点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刹车去阻断它要起到的这个效应 那么理论上它跟PD-1这一类的产品也是可以做联合的 其实有七个步骤呢 你想它其实只要是针对这个流肿的 或者针对这个客体的 它能产生效应的这几个步骤相连和理论上都是可行的 那目前比较成熟的应用到临床的就是化疗放疗 还有靶相治疗当中比较成熟的VHFR这些八点 我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免疫治疗这块 它现在从患者的就是会议性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可能能听说就比如说像Carty也好 或者就是单细胞治疗这种呢 它有点像专人专药 所以就是这个不知道它是不是离 比如说普通的这种患者还比较远 因为它因为专人专药它的开发 然后包括它的费用其实都会很贵 那后续来讲的话 我不知道在学界它有没有想扩大这种会议性 或者是通过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种复合生物的这样子的标记物 它能够让大家会获得一些群体的这样子的治疗的方式呢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难点 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发展的阶段 就是最早的时候都是one fits all 你试用所有的这个患者 然后慢慢慢慢对这个肿瘤的这个生物 就biology包括在biomark一些技术的进步之后 就发现不同的个体它对反应是不一样的 所以越来越讲究精准治疗 甚至像Carty这种都是一个病人一个治疗这个样子 然后再到现阶段 大家慢慢慢慢又发现这个也有问题 有局限性 因为它确实涉及到你这个给药的便利性 这个药物的制备的这个工艺的门槛啊 包括刚刚谈到的这个费用 然后大家又又回去想要寻找 现在叫这个off the shelf 就是这种可以不要这种个体化的 就是一个成品的这种现成的这样子的一个药物 off the shelf 能够给到患者使用 我觉得有两个怎么说 一个是我觉得看技术上 我自己个人觉得接下去的这个发展 我觉得其实很多理论基础 其实相对已经比较成熟了 包括我们可以回过去看 现在用的这些药物 甚至在很早之前 当时就已经有理论了 所以现在很多它是依赖于一个技术的这个发展 你技术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就能够支持你 把你的这些理念能够转化到临床应用 所以就看接下去 技术是不是能够支持 制成这种适用于大家使用的这个卡体 而不是针对某一个患者 包括现在的肿瘤疫苗 因为大家现在热衷于新抗原嘛 用新抗原作为肿瘤疫苗的抗原 那么新抗原的制备 它其实也是个体化的 我是从每个人的这个肿瘤细胞当中 提取分析 分析出来这个患者的新抗原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才去制备它相应的这个肿瘤疫苗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临床应用的局限性 包括一些费用的问题 然后大家也在想 能不能提供一个off the shelf的 一个cancer vaccine 我觉得这个可能取决于 药物的技术能发展到什么程度 但可能是一个方向 但是有可能过几年之后 大家又觉得 还是给予各企化的治疗会更好一些 就它这个认知在每个阶段 可能也有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认知的不一样 要伴随着看你的技术 能发展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 补充一下 你刚刚说到那个off the shelf 是指说比如说在Carty里面 你就是利用像基因编辑那样的技术 然后用同种一体的方法来开发 那种Carty疗法嘛 这样就等于是 你就可以做那种现成的疗法 给所有的患者用 对就是一体的Carty 是现在off the shelf 其中一个解决办法吧 但是它还是面临很多问题 特别是这个一体的排异反应 所以我觉得还是看 技术上是不是能够突破 那对于Bo来说呢 就是Bo你是比如说 在你自己细分的领域里面 你有哪些觉得你 如果有一个趋势 你觉得未来一定是 大家一定要关注的 你会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然后它这方面 有遇到哪些挑战吗 其实我想介绍的 跟刚才嘉明介绍的 会有重合的地方 因为从肿瘤治疗领域来说 它还算是一个先锋者 进展会比较多 然后研发的方向很多 所以在生物标注方面呢 比如说像PD-1 PD-L1 或者是说一些肺癌治疗过程之中 已经可以有marker 能会提示这一类的患者 是否会对这种治疗有效 而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个领域呢 可能还是紧不肿瘤的后尘吧 就是我们在去开发 这个生物标注物的领域方面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种说能够在 临床实践中公认的 去广泛使用的来进行检测 然后提示药物是否可能会成功 或者是说来提示 它疾病的一个预后状况 所以我觉得在自身免疫病 它未来这个免疫发展方向来看的话 那生物标注物或者是说 我们更大范围的说 就是精准医学这一个方向 可能是之后是需要关注的 现在这样的研究 确实也层出不穷 涉及到方方面面 但是呢 它仍然是依赖于 更多数据的一个证实 和更广的一个确认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 已经聊了很多了 Nina 我们这次录制之前 也跟两位嘉宾都聊过说 我们觉得这一次的话题 其实非常的难 可能对普通人 非医学行业的人来说 他并不知道说 我去研究免疫学 我到底应该通过什么方法 来逐渐地去积累我关于这个领域的知识 不知道Amy跟Bo在这个部分 有没有可以推荐的一些 像我们今天聊到的内容 我们可以从哪知道 然后未来如果我们知道 想知道更新的这些信息 关注它的动态 我们可以 有哪些信息来源和渠道 可以去多加关注呢 我就提一个渠道吧 因为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说 免疫学的确是属于门槛 还是比较高的 它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个 知识的积累和储备 那现在有一个公众号 叫医药素缆上面 它发表了一系列的 介绍免疫学的文章 叫人人学懂免疫学 它其实是从最基础的 包括免疫系统 有什么样的细胞 这些细胞都分别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那在它发生问题的时候 它们又是如何进行应对 这个其实对于 大家去真正的 从基础来了解免疫系统 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来源 因为它里面的内容 并不晦涩 就写得很风趣 很生动 所以很适合大家去借鉴 Amy呢 我这边同事们推荐了 几本比较好的书 一本是它叫 How the Immune System Works 它这本书应该已经 编到第六版了 这本书相对比较简单 比较概述地讲一下 我们人际的免疫系统 它是怎么工作的 另外一本书 它就叫Immu 这个是在刚刚那本书上 更高阶一些 可能讲的内容会稍微再细一些 但是这本书当时同事推荐的理由 确实我也非常认同 它的插图特别漂亮 这个免疫细胞特别漂亮 所以推荐亲子阅读 当时同事是这么说的 然后我自己习惯是看一些杂志 就是这种学术期刊 它是最新的这个肿瘤免疫治疗的 一些信息和一些理念 我这边其实推荐呢 我觉得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都是非常知名的两个系列 一个是Cell Press Cell Press的这个子刊 有一个就叫Immunity 就Cell下面的Immunity的这个子刊 还有一个就是Nature Nature下面的 有一个Nature Review Immunology 也是Nature下面的一个子刊 这两个是我平时可能定期 就会上去看看 有没有什么新的文章啊 因为肿瘤免疫确实真的 发展进展太快 非常感谢两位的推荐 感谢今天艾米和博的一个分享 然后通过我们刚才一个小时 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话 其实我们真的了解到 免疫系统是人体内极为复杂的 这么一个体系 而免疫治疗相对又是一个 非常新兴的这么一个领域 而且其中我们能听到 其实关联了很多的交叉学歌 其作用机制也是环环相关 相互作用 那么但是我们其实听完了之后 我觉得未来的挑战 是充满了机遇 但是也充满了挑战 然而我觉得刚才通过 艾米跟博的分享 就是我们看到迎接这些挑战 其实是需要我们非常多的 一些基础的人员 包括临床医生的一个共同努力 我们去了解 以及加速理解免疫机制之间 复杂的相互作用 那么最终其实受益的都会是患者 我们去制定最优的解决方案 然后共同的推动免疫治疗的 一个时代的一个进步 所以感谢大家的收听 然后也再次感谢艾米和博 今天来到Pfizer Express 那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两位 拜拜 本节目所有内容 请作为学术探讨 不涉及任何药品推广 及诊疗建议 如果有医学方面的问题 请及时咨询医学卫生专业人士 以上就是Pfizer Express 本集节目的所有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 与我们交流你的看法 每一条留言 我们都会认真阅读 当然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也欢迎分享到你的朋友圈 微博 即刻或者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